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 你们自己人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 并不是突然的 我们从前在菲律宾被害受入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我们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 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误会 也不是用诡诈 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乃是要讨纳 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传福音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乃是要讨纳 我们讨厌 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讲到福音的托付 这个福音 保罗说在大征战的当中 他还是把福音传出去 那为什么弟兄姐妹 保罗他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说这件事是神厌重了我们 神厌重了我们 弟兄姐妹感谢主 你知道有一首诗课说 神啊 你可以拆解千万的天使 去往普天下传福音 为什么你还要用我们这些人呢 天使不是更厉害吗 为什么需要我们这些人 来传耶稣基督你的福音呢 你可以拆解你有很多天使 那天使来传福音不是更简单的 更容易吗 弟兄姐妹你别忘记 因为有一大群的天使 是堕落的天使 那弟兄姐妹上帝呢 就不再用天使来做这些事 他就把传福音的施工 托付给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想 我们受造比天使还低 我们怎么能够跟仇体争战 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仇体的对手 但是弟兄姐妹别忘记 耶稣在吩咐我们 他的门口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 那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见信 耶稣说了一句话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力都已经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 弟兄姐妹我们凭借着什么 我们凭借着不是我们这个人 我们能够有什么本事 弟兄姐妹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前面第一章就已经告诉我们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我们就凭着这个信心 凭着什么信心呢 凭着相信 这个福音已经托付在我们的身上 而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 这个大能是什么大能呢 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力 所包含在这个 都包含在这个福音的全能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看见 这其实耶稣那天对门徒们讲说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兵 我的天啊 那时候这些门徒 他们一生呢 到耶稣跟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家乡 超过一百公里了 所以他们哪里知道地级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弟兄姐妹 耶稣就交托给他们 弟兄姐妹 耶稣会不会所托非人呢 弟兄姐妹事实上证明 今天的福音已经传遍天下 照着保罗所讲的 其实福音已经传遍天下 有一些地方是抵挡福音很厉害 比如说中东的这一块 这个回教世界的这一块 那是抵挡神 抵挡得很厉害 还有一些共产的国家 但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这一切都不能够拦阻福音的大难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保罗就凭借着一个使命 就是他已经厌重了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信服交主 我们福长 我们怎么讲到 我们怎么能够来传福音呢 弟兄姐妹必忘记 我们跟保罗一样 我们是被厌重的 跟我讲一次 我们是被厌重的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保罗说 他厌重了我们 所以我们就照顾讲 那意思就是说 不是我啊 我已经被厌重了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厌重的 当耶稣把这个福音的大使命交托给他的门徒的时候 弟兄姐妹事事代代 我们就传承了这个福音的使命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正如杨西路牧师所说的 如果教会不传福音的话 请你不要叫教会 你可以叫什么浮沦社也可以 浮沦社人家已经讲了 已经登记了 我们当然 你可以叫一个别的什么会 但是请你不要讲教会 如果你是教会 那你就要做一件事情 你不管怎样 弟兄姐妹传福音就是教会的 首要的一个使命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因为不是我们说的 因为保罗就这样讲的 他说我们是被厌重的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第二件事 领受这个托付是极大的荣耀 极大荣耀 我刚才讲 天使受造比我们还高的 他们的能力比我们还高 他们来传福音应该是没有问题 弟兄姐妹不是的 福音的能大能力 如果透过这个天使 弟兄姐妹福音的大能 可能会被淹没很大的一部分 神迹奇事 天使当然他能够做得到 但弟兄姐妹我们是做不到的 可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圣灵就与我们同工 叫我们能够用神迹奇事 来证实我们所传的到 弟兄姐妹福音的大能 就透过我们这些最伟小的人 把他通通都张简出来 用简面是吗 是不是 这个我们看见古事后就是 那些很厉害的人 他就是 这个跟 就是帮助一个 被受欺负的人 这个高人呢 就在背后 就跟他讲说 没有关系 你就跟他打 那他就在背后 帮助他 让他能够打败 那些很厉害的人物 这个 那弟兄姐妹 他为什么要躲在后面 为什么不失去 他就打赢了 不算 不算 不算他的本事 可是他在帮助这个 完全不会武功的人 竟然能够打 打败这个武林高手 那这就是他的 他的本事 弟兄姐妹 圣灵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这样 他在我们的背后 帮助我们 让我们得胜 而有余 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这个我们领受这个托付 是极大的荣耀 我们这个人算什么呢 弟兄姐妹 诗诗篇里面讲说 人算什么你敬顾他 人算什么你敬顾他 丢姐妹感谢世人 真的我们算不得什么 但是丢姐妹感谢主 这个恩典竟然托付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讲 天使都在那边流口水 哇这个怎么可能 这些这么软弱的人 哇但是丢姐妹 耶稣有没有托付错误呢 丢姐妹到今天为止 我们bane先教会 在那边兴盛继续拿着福音的火把 继续的往前奔跑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教会也跟上去 现在我们有13个幸福小组 我们要一直跟他们同工 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直接参与 弟兄姐妹你也有best 把他们带去 带到你的 他们所有 我们这个所有的 这个幸福小组 我们都有一个 他们在哪里聚会 什么时候聚会 你们都一目了然 是不是 弟兄姐妹 你能够带人去 来扶持他们 你没有直接参与 但是你把人带去 你就只支持他 为他们祷告 为你们的小组里面 我想你们的小区里面 都有把这些best 通通名字都 你说我都没有best 你就为这些best来祷告 好吗 弟兄姐妹去 有机会就去支援他们 服侍 帮助他们 也许看看小孩 也许帮他们切切水果 这些你都能够经厌 因为丢姐妹 这个领受 这个托付是极大的荣耀 最后 我要讲的是说 被托付 传福音 这个是 这个 我们看见 这个 这是多么的伟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记得 小学的时候 小学 这个老师有一天 他要 他下课以后 但桌子上有一堆 我们的作业部 我的老师就跟我讲说 他说 来来来 你帮老师 把这个作业部呢 带到 这个 我的办公桌上 哇 那弟兄姐妹你知道 我多高兴了 哇 全班 我们那时候全班都是五六 五十几个人 是不是 哇 我就拿着 这个老师的 这个 这个 作业部呢 很高兴哦 弟兄姐妹 哦 毕恭毕敬了 拿着这五十本的 这个作业部 让我放到哪里 一定要去 我觉得很光荣啊 我被老师指定 我可以来帮老师做这个 其实这个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我就觉得 非常的光荣 弟兄姐妹 感谢主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福音的大能要通过你 彰显在 你的 你的 别人身上 彰显在 你向他们传出你 上面 弟兄姐妹 感谢主 你不晓得 你遇见的人是谁 但是弟兄姐妹 有些人可能你去预备 他只等到 等待了 你来向他 传扬耶稣的福音 上帝祝福你 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就是一个 美好传福音的日子 阿们